香港公司0011恒生银行Hansan Bank成立于1933年 是香港最大的银行之一 为香港恒生指数成分股之一 主要业务包括个人银行业务、企业银行业务、财富管理业务、跨境业务等 以下是对恒生银行的详细分析 优点 经验丰富 恒生银行已经在香港经营近90年 具有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市场根基 健全的风控体系 恒生银行一直注重风险管理 建立了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 并且持续优化风险控制和监控能力 良好的企业文化 恒生银行有着良好的企业文化 强调团队合作和责任感 以客户为中心 致力于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 多元化业务 恒生银行不仅拥有优秀的零售银行业务 还有强大的企业银行业务和财富管理业务 可实现多元化的收入来源和风险分散 品牌价值高 恒生银行是香港著名的金融机构 拥有良好的品牌形象和广泛的客户基础 品牌价值高 缺点 预期经济不稳定 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不稳定 恒生银行业务受到不利影响的风险增加 遭受金融监管和政策风险 金融监管和政策风险是恒生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 包括政府货币政策 金融市场监管和国际金融规范等方面的变化 竞争压力加剧 随着金融市场的开放和竞争加剧 恒生银行面临来自国内和国际同行的竞争压力 可能会对其业务收入和利润造成影响 利率风险 恒生银行业务主要集中在香港地区 如果香港的利率出现不利变化 可能会对其业务和利润造成影响 投资风险 恒生银行的业务涉及投资 面临着投资风险如市场波动和信用风险等 前景 内地业务拓展 恒生银行积极拓展内地业务 加强与中国大陆的合作将有助于拓展其业务版图 数字化转型 恒生银行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 增强科技应用能力 提升客户体验促进业务发展 财富管理业务增长 恒生银行的财富管理业务表现强劲 未来将继续成为公司业务发展的重点 地区经济稳定 香港的地区经济基本稳定 为恒生银行的业务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环境 优秀的管理团队 恒生银行拥有优秀的管理团队 有能力应对市场变化和风险挑战 推动公司业务发展 总结 总体来说 恒生银行是一家具有丰富经验和良好企业文化的金融机构 拥有多元化业务和良好的品牌形象 未来在内地业务拓展和数字化转型方面有着较好的发展前景 同时 恒生银行也面临着不稳定的全球经济形势 竞争家具和金融监管和政策风险等挑战 需要注意相应的风险